过例了 我真的要跟你们讲 我打了两个dose的COVID-19 vaccine过后 我... 没有事情 可是我的手发生了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 那个就是 我手竟然没有东西 Hi 大家好 我是立慧 我又回来啦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注射COVID-19 vaccine过后的感想 因为我在3月2号跟3月24号 分别已经注射完两个dose的COVID-19 vaccine了 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注射时候啊 注射过后的感想 过程等等 因为马来西亚前线人也是在3月开始注射 然后我是3月2号注射 然后要等21天才注射第二个dose 所以我是3月2号跟3月24号 因为3月23号是酒后出展生日 所以我们就没有注射 就延后变成3月24号 因为我们是一开始注射嘛 然后之前买Sejatra啊 也不会有出什么notification啊 来通知我们 所以那时我们是收到我们的clinic啊 或者hospital的那种 一个list的通知 然后就通知我们 在哪里注射啊 几点注射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时间 我们就会前往那个day one啊 还是那个clinic 或者hospital来注射 然后一开始进去的话呢 他第一个地区是填表格啊 那些就是问我从哪个clinic来啊 从哪个hospital来啊 做什么的啊 那就帮我写名字 在哪里工作 然后写我的温度 就是我当时scan的温度 然后就会去到第二个地方 就是bendaftaran 我们注册的地方 他就会用电脑啊 给我们注册等等 过后他就会叫你去下一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就是他会教你 关于疫苗的东西啊 然后给你签一个合同 就是跟你讲你同意你也知道 那个疫苗的作用啊 然后疫苗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啊 比如说发烧啊 好像感冒啊 或者不舒服 累等等 然后去到第四个地方 就是注射的地方了 就会建很多个帐篷这样子 在第三个地区之后 他就会给你那个房间的号码 所以你拿到那个房间号码 你就会进去那个cama 那个帐篷里面 然后就会开始注射 注射完过后 你就会去到第五个地方 就是留疫区 注射疫苗过后 他会看你有什么副作用啊 等等的 就是他会留你在那边 15到30分钟左右 在15到30分钟过后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 不舒服等等 他就会写一张卡片给你 写你的名字 IC 然后你今天打什么牌子的 那个vaccine 还有那个疫苗的资料等等 过后他就会再买senjiatra 帮你注册等等 就是让你买senjiatra 就会出现 你已经打完第一个dose 这样子的资料 在注射完过后 我们的买senjiatra 就会出现这个 Digital的sert 就是证明你打完第一个dose 跟第二个dose 在打第一季的疫苗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天 我是没有怎样的 可是到第一天的晚上之后 我就突然很酸痛 这里超级无敌酸痛的 可是过后我就睡觉 睡觉过后 就没有事了 可是我在打第二季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在第二天 我一睡醒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发烧 然后很累超累的 就是在打第一季 跟第二季 过后的那一天 我都会很累很累 然后我就会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这样子 然后可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小发烧 休息啊 第三天这样子 我就没有事情了 所以打这个Covid-19 vaccine 第一跟第二季 我其实是有小不舒服 跟小发烧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当你们接受疫苗过后 如果你们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好像发烧啊 不舒服啊 还是你烙晒啊 等等的话 你可以通过三个方法 来报告你的副作用 第一个 你就是通过你的MPRA 就是你上网自己注册 第二个的话 就是通过Mysergiatra 因为你注册过后哦 它会有一个在下面 是写Report你的Side Effect的 所以你就可以按那个 然后就click 看你有哪一个Side Effect 第三个你就可以去到 你附近的Clinic啊 或者Hospital 你跟那些医护人员说 你有Side Effect 然后我们就会帮你登记 就很多人会讲啊 就是他们打Covid-19 vaccine过后 他们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还是要戴口罩 还是要洗手 这样子都没有差别 正常他们做什么要打 然后又有一堆副作用 一堆新闻出来讲 哇还有面谈啊 然后还有怎样怎样怎样 我这样这样恐怖 我就不要打 可是你们要知道 打Covid-19 vaccine 不是要为了避免你得到Covid-19 而是要避免你得到Covid-19 过后那个严重度 因为你真的是不知道 你得到Covid-19 过后你会怎样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没有事 有些人会很严重 很不舒服 甚至有些人会严重到进ICU啊 甚至死亡等等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你得到Covid-19会怎样哦 所以你们一定 一定要接受Covid-19的疫苗 不要再听那些胡言乱语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哇我打了第一个Dose的Covid-19 vaccine 然后就哇我可以出门 我自由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Covid-19 vaccine呢 是在你打第一个Dose 过后的12天 它才会提升你的那个免疫力 然后你在打完两个Dose的Covid-19 vaccine 过后 你才是真正的得到保护 就是会减少你得到Covid-19的严重度 在网络上还是很多很多人问我 到底谁不可以打这个Covid-19 vaccine的疫苗 第一个就是有过药物 或者疫苗 有严重敏感的人 就是那些吃了药物啊 或者注射了疫苗过后 他会好像呼吸困难啊 甚至严重到要进院那种人 他们就不适合打这个疫苗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打了第一个Dose的Covid-19 vaccine 过后出现严重敏感问题的人 然后其他的人呢 如果正在接受治疗啊 或者有其他疾病的 都需要询问医生过后 才看你们是不适合接受这个Covid-19的疫苗 还有很多人问就是老人啊 有高血压糖尿病 胆固醇等等 这些人到底适合接受疫苗吗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有些人也会问 就比如说我注射之前 有得过一些小病啊 好像发烧啊烙塞啊 或者我在注射之前 已经有注射过其他疫苗 然后或者我是好像不如妈妈 到底可以不可以注射的 答案是都可以的 如果好像有得到一些急性的病症 就比如说发烧啊 还是什么 就是建议两个星期过后 才再注射那个Covid-19的Vaccine 如果是在注射Covid-19 Vaccine之前有注射过其他的疫苗 也是建议两个星期过后 才注射Covid-19的Vaccine 哺乳儿妈妈也是可以注射疫苗的 这样有些人就会问 如果他有一些好像药物敏感啊 食物敏感啊 这样子到底可以不可以注射 答案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艾滋病患者呢 如果是情况 已经稳定了 然后咨询过医生 也是可以打的 糖尿病 过重 高血压 胆固醇 心脏疾病 肺部疾病 比如说哮喘啊 cancer啊 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孕妇 也或者是那些患有肾脏疾病的患者 其实都可以注射疫苗 只是在注射之前都要咨询过医生 看情况适不适合注射疫苗 有三个非常容易而且简单注册 COVID-19 所以我给的建议就是第一要吃饱饱去打疫苗不然你会晕倒还是你会饿到饿到费帐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尽量穿要轻便的衣服啊那些就是很好掀开这样子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们会给你一个卡 你们记得要带那个卡 因为那个卡会写你第一个剂量是在几时打啊在哪里打等等 然后你可以在哪里得到正确的疫苗资讯呢 而不是从那些uncleunty啊 还是从whatsapp啊 还是从哪里wechat啊得到那些消息 第一个正确的管道是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CDC 第三个就是马来西亚的Vaccine的网站 所以这三个管道呢都可以让你得到COVID-19Vaccine正确的咨询 所以今天我要讲解就到这里啦 拜拜 嗨 今天是打疫苗第一天 我早上九点半打 然后现在是六点三个支过了 差不多九个小时了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很痛还是什么 这个是看得到吗这里 他是一点点酸痛而已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感觉 我打的时候以为会很痛 然后结果打下去完全的不痛 因为我是很怕打针的人 有时候我打针我还会晕倒的那种 然后结果今天MISS应该是用比较小的针来给我打 然后他们技术又很好 所以打了完全不痛 然后我也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 就是好像他们讲会晕啊会呕啊会有什么副作用 我全部都没有 然后该我还带了我的狗去散步跑很大一圈 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第一天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第二针 第一天的状况 我今天下午两点半这样打 然后现在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九点多了 就是这一个的 这样子小小个看到吗 小小个这一个而已 现在是旁边都会烧烧的 然后就普通酸痛 没有什么